每一个功能正常的男性都有情人 别误会 说的不是你 也不是我 咱们都没有那个资格 这是英国王室中的一条祖传的铁力 男性的王室成员们骨子里都认为 情人越多就能彰显出自己的魅力越大 不过情人可以有很多 但是正统的王妃只能有一个 根据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宫斗经验看来 英国的王妃必然是名枪案件的众矢之地 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超高危职业 能力不太行的王妃会被树枝高阁当成花瓶 能力很强的王妃则很容易死于非命 就连女王也不能幸免地牵扯其中 近百年来 英国王室中的女性成员 无论是性格还是心思 都比王室里的男人们更加成熟 你会发现 从伊丽莎白女王往后 整个英国王室的光辉形象 几乎都是靠女性称起来的 从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在2022年过世之后 英国王室的瓜田就好像打了催生素一样 大瓜小瓜不停地往外窜 比如查尔斯被确诊为癌症 查尔斯的唐妹夫金斯顿突然自杀 哈利王子和老婆梅根 逃离王室远走美利坚 伊丽莎白最宠爱的儿子安德鲁王子 因为多次光顾爱泊斯坦的罗利岛 而性丑闻缠身 所以放眼望去 能够安抚民众扩大王室正面影响的人 也只有凯特王妃了 凯特王妃的知名度非常高 在公众眼中 她不仅仅是份亲民 而且极富个人魅力 热衷于慈善事业 因此英国民间很多人都说 凯特与戴安娜很像 所以最近一段时间 凯特王妃从失踪到亲自宣布罹患癌症 成了英国乃至整个西方国家的舆论风暴 其实凯特身患绝症 早在几个月前就已经有了蛛丝马迹 2024年1月17日 英国王室发布了两条通告 第一条信息是国王查尔斯要做前连线手术 并告诉广大的英国群众 这是一种老年病 请大家放心 其实大家并不怎么关心查尔斯哭当里的事 反而对第二条信息更为关注 那就是凯特王妃做了个腹部手术 需要住院两周 作为知名度和出境率都超高的英国王室核心人物 官方对凯特王妃的病情描述 自始至终就只有腹部手术四个字 甚至没有公开任何医疗诊断证明 这让很多关心王妃真实情况的群众都不买账 于是当时就有网友扒出 凯特王妃所就诊的医院是以治疗癌症出名 以此猜测凯特王妃的病可能比较严重 甚至是身患绝症 而且两周住院的时间过去了很久以后 凯特王妃依然没有现身 王室也没有给出任何的答复 这让民众更加的确信 凯特王妃大概率是出事了 各种猜测也由此开始慢慢发酵 而王室为了隐藏王妃的病情 犹如卧龙凤竹附体 在三月十日 也就是英国母亲节的这一天 在威廉与凯特的社交媒体账号上 更新了一张凯特王妃和三个孩子的合照 企图用母慈子孝的场面来安抚民众 但是随后就被网友吐槽 P图的技术太差 漏洞百出 接着英国王室的迷之操作 将事态也推向了高潮 王室发布了道歉声明 并承认了图片是合成的 声称P图就是凯特平时的爱好之一 接着图片就被撤销了 这波大聪明操作 让网友们彻底炸了锅 凯特的律师也开启了神助攻模式 他公开表示 凯特很有可能已经不在了 于是新版本的劲爆谣言出炉 大致就是说 威廉王子与情人罗斯 合谋把王妃给谋杀了 甚至连捅刀子的细节 都描述的会声会色 虽然凯特视频宣布幻癌的视频一出 已经粉碎了这个谣言 但确切的说 只粉碎掉了一半 凯特王妃确实没有被谋杀 但是威廉王子的情感故事 却未完待续 2019年 凯特王妃正处在三胎的孕妻 无处安放的威廉王子就被拍到 在酒吧里亲的一名女性 事情还导致了凯特与威廉的婚姻危机 而这位与王子亲密接触的女性 后来被爆出 正是威廉王子青梅竹马的红颜知己 罗斯汉伯利 其实从2017年开始 威廉王子与罗斯就多次被曝光 有婚外情 甚至有传闻说 罗斯的小女儿 长相酷似凯特所生的安妮公主 怎么看都像是同父异母的亲姐妹一样 2023年一家知名的八卦杂志爆料 威廉王子与罗斯一起过了情人节 两个人在伦敦的一家高端餐厅 共进晚餐 罗斯还收到了威廉送的珍珠项链作为礼物 同样是2023年 威廉的亲弟弟哈利王子 出版了一本自传叫做《备胎》 里边的内容就曾经暗示 哥哥威廉有婚外情 只不过所有的消息 都被英国王室花钱清理干净了 而且有趣的是 英国媒体近几年 对威廉与罗斯的外遇关系 各种推测和报道 但是并没有收到王室的警告或者是起诉 那不知道是王室不懈回复 还是从侧面证明了这些传闻 并非是空穴来风 不过其实凯特对这些根本不在乎 因为凯特这个女人绝非等闲之辈 她在15岁开始 就给自己规划出了一条 今生今世唯一的人生道路 那就是成为威廉王子的王妃 所以说凯特就是为王妃而生的女人 也不为过 她先是拼命的学习考取威廉所在的大学 结果发现威廉换学校了 于是凯特当即决定器学重考 终于成功的实现了和王子同校 在恋爱期间 即便是威廉传出过军营嫖妓的丑闻 凯特也可以视而不见 避而不谈 经过了十年分分合合的爱情长跑 在女强人母亲卡罗尔的助攻之下 最终嫁入了英国王室 还生了三个孩子 所以对于凯特来说 只要未来王后的地位稳固 面对这些绯闻也好 情人也罢 根本不屑一顾 更不可能主动的去提出离婚 或者是逃离王室 虽然凯特王妃与婆婆戴安娜王妃 有着相似的遭遇 但是在这一点上 她却和戴安娜完全相反 戴安娜想要逃脱的 恰恰是凯特最想追求的 哪怕威廉有一万个新情人 或者是青梅竹马 只要不强求爱情 只要婚姻尚在 凯特就是笑到最后的人生赢家 毕竟年迈的查尔斯和卡米拉 还没有学会长生不老之术 凯特只需要以不变应万变 保持口碑光环 英国王室的未来 就是凯特的天下 而且凯特心里非常明白 只要自己保持好人设 威廉是绝对不会主动离婚的 这是原生家庭 给威廉所带来的影响 当年戴安娜王妃去世的时候 15岁青春期的威廉 就已经知道了 父母婚姻里存在的问题 而且心里边认定了 卡米拉是造成母亲悲剧命运的重要因素 所以在心底痛恨第三者 心疼母亲的威廉王子 不会轻易的让当年的悲剧 在自己的家庭当中重演 不过原生家庭给威廉带来的 还有另一层影响 威廉作为一个男人 作为一个英国皇室的男人 作为一个未来的英国国王 如果没有几个情人 又成何体统呢 所以对青梅竹马的罗斯 旧情未了 不过也是此生父业 随了查尔斯的DNA罢了 因为查尔斯心里 一直也有一个白月光 如今还成了王后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铁娘子撒切尔夫人上台 当时的英国国库空虚 民生凋敝 整个英国高达三百万人失业 达到了英国近五十年来 失业率的巅峰 英国王室 为了能够安抚民心 查尔斯王子与戴安娜 举行了婚礼 但戴安娜不知道的是 查尔斯并不爱她 她的心中一直有一个白月光 那就是查尔斯的初恋 卡米拉罗斯玛丽尚德 卡米拉是查尔斯王子 按照自己的医院选择的王妃 不过查尔斯的选择 没有得到任何人的认可 卡米拉是一个富商之女 遇到查尔斯之前 有个很多段的恋爱史 在保守的伊丽莎白二世看来 这种善于招贤纳士的 不间谍女人 不配与王子恋爱 不知道是趋于女王的逼迫 还是卡米拉压根不想做什么王妃 她在查尔斯扶兵役期间 嫁给了一个英国军官 但是查尔斯并不愿意放弃 在卡米拉出嫁的前一晚 查尔斯打电话向卡米拉许诺 会一直爱着她 并试探性的问她 能不能不要结婚 而这一切 戴安娜并不知情 在戴安娜与查尔斯订婚的那一天 记者问查尔斯 他们是否相爱 戴安娜给出了十分肯定的答案 但是查尔斯却轻描带写的回了一句 这要看爱情如何定义 这句话深深的伤害了戴安娜 也成了戴安娜不幸婚姻的开端 在完婚后的蜜月期间 戴安娜发现丈夫书中夹着其他女人的照片 照片上的人正是卡米拉 而查尔斯当时衣服的袖扣 也是卡米拉送的 婚后不久 戴安娜怀孕的喜讯飞变了英国 无数的民众纷纷对戴安娜送来祝福 但是此时的准爹查尔斯 却整天忙着与朋友钓鱼打球骑马骑卡米拉 两个人的地下恋情根本就没有停过 这段婚姻也成了三个人的婚姻 戴安娜曾经公开表示 这样的婚姻太拥挤了 为了挽救自己不幸福的婚姻 戴安娜找到了卡米拉 希望她能够离开查尔斯 但卡米拉却理直气壮的对戴安娜说 你都已经是王妃了 生了两个王子 而我什么都没有 你应该知足 我卡米拉绝对不会推出的 你最好整一只眼笔一只眼 大家面子上都裹得取 无奈的戴安娜只好又去找了查尔斯 希望她可以遵守婚姻的责任 但查尔斯的态度更加直接 更加理直气壮 她非常牛逼的表示 亲爱的 这不可能 我不想成为历史上 唯一一个没有亲父的维尔士亲王 如此直白的回答 让戴安娜十分的伤心 但是她没有放弃 想着既然你查尔斯不懂事 我不怪你 那我就去找你爹好了 但是她不知道的是 查尔斯就是在亲爹 菲利普亲王的教唆之下 才义无反顾有恃无恐的 与卡米拉玩着骑马游戏 在查尔斯和戴安娜结婚的时候 菲利普亲王告诉查尔斯 如果你对婚姻不满 你可以在五年后回去找她 这个她说的就是卡米拉 所以戴安娜在老公公这里 没有得到任何的支持 万般无奈之下 戴安娜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了女王身上 但是伊丽莎白二世的回复 浇灭了戴安娜心中最后一缕希望的火苗 女王说 我不知道你该做什么 查尔斯已经没有救了 当然伊丽莎白二世并不是在互犊子 她说的是事实 毕竟就连女王自己也无法让丈夫专情 她的老公菲利普亲王 一生中共有三十多位情妇 相比之下 儿子查尔斯这点画画事也就不算什么了 但女王的态度不仅让戴安娜对这段婚姻彻底绝望 也成了一场婆媳战争的导火索 这场婆媳战争几乎动摇了英国王室百年的根基 在结婚八年后 戴安娜知道自己必须要做出改变了 她开始公开在大众面前进行活动 当然这里边有很多都是女王安排的 伊丽莎白二世认为 只要让戴安娜忙起来 就能够让她不再乱折腾 让她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继续维持着表面的和谐 但戴安娜却有着自己的想法 她开始对普通民众进行访问 将自己奢侈品拿出来变卖用作慈善事业 戴安娜开始在民众的心里占据了一席之地 而彼时正赶上艾滋病在欧洲爆发 由于潜伏期很长又没有治疗的特效药 欧洲很多国家都对艾滋病患者避之不及 伊丽莎白二世也要求戴安娜能够稳定形势 避免谈论与艾滋病有关的话题 即便是必要谈论时也要避重就轻 但是戴安娜王妃却反其道而行之 她与患者近距离地进行交流 询问他们的情况并且提供帮助 戴安娜用她自己的实际行动表示 艾滋病患者需要的不是歧视而是关心 在伊丽莎白眼里 戴安娜各种任性妄为的这些举动 在民众的眼中却是王室亲民的表现 民众认为英国王室不再是那个高高在上 以皇权命令自己为他们卖命的权力机构 而是平等相待能够随时帮助自己的好人 其实英国王室一直致力于慈善事业 就是希望能够通过慈善事业收拢民心 让英国团结一致 而这些戴安娜都做到了 她让民众对王室的态度有了巨大的改观 此时戴安娜的影响力已经完全碾压查尔斯王子了 但是这些在女王的传统观念里是践踏王权 而戴安娜在工作中也找到了生活下去的意义 她决定寻找自己的幸福 但是王室绝不允许有这样的丑闻发生 强力的干预了戴安娜的这几段恋情 只允许王室子弟婚姻出轨 却不允许自己找寻幸福的做法 让戴安娜下定决心要摆脱王室 她选择了让民众说话 戴安娜出了一本自传 里面详细的将自己的私生活公布于众 讲述了在婚姻期间她是如何做的 而冰冷的王室又是如何对待她的 以至于她最终患上了厌食症 抑郁症 甚至有自杀的倾向等等 这在民众当中掀起了惊涛骇浪 面对这样的王室荣誉危机 气急败坏的女王马上找到查尔斯询问情况 但是沉浸在卡米拉温柔乡当中的查尔斯王子 压根没留意关于戴汉娜的任何事情 民众一边倒的支持戴安娜 女王也没有任何好的解决方案 但是她无论如何都不会让王室的形象崩塌 于是女王叫来了查尔斯和戴安娜 开了一场大约一个小时的家庭会议 女王决定让两个人一起前往韩国访问 以挽回王室的形象 但此时的戴安娜一心只想 离开这个无情的婚姻 逃离冰冷的王室 所以在韩国访问期间 戴安娜和查尔斯就像陌生人般 几乎没有任何的互动 随后在访问印度的时候 查尔斯为了上演夫妻情深 想要假意亲吻戴安娜 但戴安娜不知道是不是觉得恶心 把头扭向了一边 不久之后 戴安娜又甩出了王炸 她在一场采访当中 公开谈论了查尔斯的婚外情 并且委婉地表示 查尔斯或许不能胜任国王的位置 这种对未来君王的质疑 相当于动摇了王室的根基 这是伊丽莎白女王所不能容认的 随即女王就让人给戴安娜下达了离婚通知 而此时的戴安娜 已经是民众心中的精神领袖 在当时 不管是贫病交加的难民 还是叱沙风云的政商名流 甚至连自负高傲的当红明星 都为戴安娜王妃的魅力所倾倒 她的影响力 甚至已经超过了当时的女王 民众的爱戴 让戴安娜有了反抗王室的筹码 女王最终答应了戴安娜所有的条件 包括她对两个王子的监护权 但离开王室的戴安娜 已经无法再寻找自己的幸福了 因为有无数双眼镜 在无时不刻的注视着她的一举一动 而这场婆西战争的结果 注定是两败俱伤 1997年8月31日凌晨 法国巴黎塞纳河北岸的帕尔玛隧道中 亨利保罗驾驶着一辆黑色奔驰轿车 以疯狂的速度一路飞驰 她的身份是戴安娜的司机 此时保罗载着戴安娜和她的情人多迪法耶兹 拼命地躲避着狗仔记者们的围追堵截 因为在当时 一张戴安娜王妃的照片 能卖到几十万甚至上百万英镑 帕尔玛隧道当中的限速是50公里每小时 而这辆奔驰车的时速已经达到了153公里 随后伴随着隧道内一声爆炸产生的巨响 奔驰车几乎成了一堆废铁 此时奄奄一息的戴安娜 如果在十分钟内被送到医院抢救 还会有生还的机会 但当时所有的记者和狗仔 都在拼命地按着手里的相机快门 他们没有时间去搭救快要断气的戴安娜 而是忙着以最快的速度 把这些一手照片传给主编 因为只要王妃还活着 这些照片就能创造巨大的价值 戴安娜最终还没等到被送到医院 就因为大出血离世了 戴安娜王妃在法国巴黎死于车祸的消息 让整个英国乃至整个欧洲都为之轰动 而在当时几乎没有人愿意相信 戴安娜王妃所遭遇的仅仅是一场普通的车祸 所有的阴谋论都指向了英国的王室 因为戴安娜的影响力太大了 作为未来王储的母亲 她的一举一动都会牵扯到王室的形象 死亡确实是王室消除负面影响 以绝后患的最好方式 不过警方调查给出的最终结论是 车祸纯属事故 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车祸与谋杀相关 车祸发生时 开车的司机保罗确实属于酒后驾驶 车上的人也没有系安全带 所以我们知道了这样一个重要的信息 开车坐车一定要系好安全带 而这场旷日持久的婆媳之战最终还是动摇了王室的根基 戴安娜之死让民众对王室埋下了怀疑的种子 女王知道这件事或许已经无法挽回 但她还是做出了应对 为了调研这位已经不再是王室成员的王妃 白金汉宫的英国国旗降半旗 女王也第一次在非节日期间进行了电视演讲 直播观看戴安娜葬礼的人数高达25亿 而过后女王伊丽莎白也在尽可能的削弱戴安娜的影响 但是戴安娜的影响是难以消除的 首先她的两个儿子就没有答应 大儿子威廉依旧不断的到戴安娜去过的地方去寻找关于母亲的回忆 这是女王最不想看到的 但是没有办法 威廉王子毕竟是王储 而戴安娜的小儿子哈里跟一个叫梅根的美国女人去了美国 并且宣布与王室断绝关系 如此决绝的做法不得不让人考虑哈里王子是不是有着对女王的报复心态 2005年5月9日在戴妃去世8年后 作为王储的查尔斯与卡米拉结为夫妇 卡米拉取得了康乌尔公爵夫人的称号 2022年女王过世之后 查尔斯继任王位 她的昔日情人 现任妻子卡米拉也成了名正言顺的英国王后 但是前不久 两个人因为闹离婚又吵得沸沸扬扬 王室的绯闻也越来越多 公众对于王室的质疑也予日俱增 也许只有凯特早日痊愈重新复出 才能把逐渐跑偏的英国王室形象 拉回来那么一点点 毕竟王室里的男性太多了 他们无时不刻都在滋润着英国王室的瓜田 呼之欲出的狗血剧情 随时随地可能上演 好 关于英国王室的故事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有趣 请给我点个赞 如果你想听更多有趣的故事 可以考虑关注订阅这个频道 我是小K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